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基的夜夜献宠之下 义人衰弱不堪 36岁时就一命归西了 营正顺利登上国军的宝座 赞基为太后 吕不韦为重负 赞基年轻守寡 不甘寂寞 又与吕不韦有旧情 于是两人秘密来往 吕不韦经常随意出入恭维 他害怕营正会知道这件事情 于是专门找了一个名叫做落矮的人献给了赞基 此人别的不会只会在房事上能礼长 赞基与烙矮在后宫朝夕相处不久就怀孕了 太后寡居有意是非常耻辱的大事 但是营正忙于吞并六国的宏图伟劣 无暇顾及此事 烙矮持宠而骄 暗地里起了篡位之心 有一次他与朝臣饮酒食物已说出了自己的野心 这事很快被营正知道 营正立马逮捕了烙矮 烙矮被实施死刑 赞基也被监禁在了宫中 营正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 顺势也将吕不韦贬局 吕不韦绝望之中引揪自己 赵基闻逊痛不欲生 三四年后也抑郁而死了 好了 本期的人物介绍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